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我们WGO社区就是我们这边PQ项目 首先请允许介绍我自己 我自己目前在阿里工作 我自己目前对外的身份就是UPG WGO社区的负责人PVD里面 这里面显示了两个链接 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社区组织的一个链接 第二个是我们社区的最主要项目WGO项目的链接 我个人大概有11年的工作经历 工作内容主要为了机制通讯 脑塞口 RPC Sysmash 以及QIS相关那些工作为主 然后呢我这边大概有我自己大概有67年的QA项目参与经历 相关整体的QA项目呢也主要围绕这一些 脑塞口 这边相关的项目比如Redis 皮卡这些 EDCD这些脑塞口项目以及网络库 比如说 我读WWGO 之所以能参与这些项目 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 语言呢 就是Sysmash 跟Go 这方面 所以从这方面下相关工作 首先呢 正式开始本次演讲的议题 本次演讲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介绍PQ是个什么东西 第二部分介绍PQ的基础基础 就是WW的方法业用 第三部分呢 介绍是当前的PQ的一个核心架构 最后呢介绍我们这个项目未来的一些规划 这是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下面呢就正式开始本次的演讲 首先就是说明白什么是PQ PQ是什么呢 PQ它首先是一个网关 我们大家经常熟悉的一些网关 就是一个处理南北流量的一个网关 它介绍客户端就是我们的APP 以及后端服务器之间 它是流量的第一道入口 我们经常熟悉的这种网关形态呢 它其实呢是一种API网关 它的能力呢 首先就是截止客户端流量 进行一个协议转换 然后呢再对后端的服务进行调用 当然更强更强悍的一些能力呢 比如说进行路由重写啊 限流啊 垄断啊 负责均衡啊 这里都是一些很常规的能力 这里面就不再做主动的一个介绍 嗯 因为我们当下处于一个云元生时代 那我们就在云元生时代呢 对这个云元生网关呢 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它不仅仅能处理一些南北流量 它还有可能要求处理一些啊 东西流量 嗯 在处理东西流量呢 嗯 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嗯 借助ECTO控制面 我们到后面介绍 嗯 我们PQ项目未来的一个发展形态的时候 会对这份着重进行一个介绍 嗯 当然对 嗯 达到这个云元生网关能力呢 首先要求 它资深架架比较轻巧 便宜容区化部署 嗯 第二呢 它要具有这个 嗯 其实这种网关呢 它其实本质呢 就是一个SAT卡 那它们首先是 嗯 可追踪 可统计 就是监控的 就被监控的能力 第三部分呢 嗯 就要求它提供的接口 就标准化 那首先呢 接口标准化呢 它协议 嗯 应该是比较通用的协议 比如说HDP协议 或者说 嗯 提供一些GRPG接口调用 是这样子 嗯 当下呢 还更强悍的一些云元生网关呢 它还提供了一些啊 多租获的一些安全身份认证啊 当然它也可以不锁定任何身份 可以在混合云里进行一个补述 总之呀 一般这种网关呢 它都是状态无关的 可以进行一个 嗯 随意的扩容跟缩容 啊 当然我们也知道 有些三雷卡 需要处理器啊 有状态可以调用 这个呢 后面 嗯 这个本次演讲呢 就不再做相关的陈述 其次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PQ史嘛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PPT上面呢 有我们PQ的一个logo 首先呢 我们PQ呢 我们自己定义 当前它是一个南北流量的一个网关 当然是一种四层内 七层内处理七层内协议的一个网关 它大概能处理两种服务 一个是RPC 一个是MQ 当前呢它支持 嗯 RPC调用主要支持 嗯 请求是HTTP 在调用后端 HTTP服务 或者Double服务 以及DoubleGo服务 嗯 然后我们正在开发呢 嗯 它可以支持后端的GRPC 以及Spring Cloud服务 将来 我们计划的吧 AmCure的 嗯 调用的能力也加进去 我们大概支持三种AmCure 处理到 你当下大会的Pulsor 对吧 以及非常诚实的 Kawaka 以及阿里开源的 这三种消息对联 它还有一种 嗯 另一种身份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 新的Double多语言解决方案 嗯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因为目前Double啊 它的多语言生态 除了Java Go之外 其他的项目的多语言发展能 发展都差强人意 所以说呢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在PQ这个层面呢 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协议能力 比如说 它提供 对外提供了HDP 以JRPC标准接口 其他语言呢 就会通过这种协议 或者JRPC 发起对后端的Double Supreme Cloud 以JRPC的服务调用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是一个多语言的网关 或者你可以成为多语言的一个代理 因为我前面说了 它不仅仅能处理一些 南北流量 还能处理一些东西流量 东西这个 嗯 这个流量这个 这个调用啊 是正在开发中 所以说呢 嗯 这个 它随着它后面这件的完备啊 就直接解决Double更多 那个嗯 多语言的服务调用问题 嗯 下面呢 我们就做不介绍 介绍一下 PU的 技术基础 PU呢 是基于我们Double 直上开发的 它依赖的 嗯 技术基础呢 就是Double提供的 方法调用能力 啊 下面就介绍一下 Double的方法调用的基础核心 嗯 首先呢 我们嗯 介绍一下 嗯 什么叫方法调用 方法调用呢 就是你 不需要指导 后端服务 使用的具体能力 但是可以对 嗯 对它发起一个 动态的调用 它的使用方式呢 嗯 首先就是 用户只需要知道 它的接口名字 它的方法名字 以方法的 嗯 接口类型列表 然后呢 以它的返回值列表 类型列表 就可以了 对它进行调用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发起直连 如果你知道后端服务 服务 它某个地址 它提供的这种接口 那么你就直接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连接 当然 这个连接呢 可能这个HDP连接 也可能这个TCP连接 或者是DRPC连接 都可以 嗯 当然更普通的情况下呢 就是通过注册中心呢 然后呢 拿到服务端的地址列表 再进行这个方法调用 这个方法调用呢 这个方法调用呢 刚开始呢 不管是W也好 还是W也好 WGO也好 它其实针对服务测试开发的 但是呢 目前更常用的形态就是 把它应用到API Gateway里面 当然就是我们的PQ这边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下面我就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技术呢 建立一个 有一个感性的一个认识 首先呢 给出了一个 实力的调用的一个代码 你比如说我们后端有一个服务 它的APP名字叫做UserProvider 然后呢 当然后面这个 它后面这个配置呢 第二行就是 有个reference 就是这个服务端 调用那个配置 第一个就是它的接口名字 第二个就是它的cluster 所谓的cluster 它Double里面 这个名字呢 其实就是 如果你调用失败 是否发行重视 第三个就是它那个注册中心 第四个呢 就是它的调用协议 最后呢 Generate和W2 说明本次是发起一个方法调用 是这样子 最后那个 配置那个 下面呢 就是reference 的generate load 这个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个也是 也是个固定的一个步骤吧 最下面呢 就开始进行一个方法调用 方法调用呢 在这里面呢 只需要按照这个同样的一个步骤 定用这个reference configure之后呢 就这里面写说 大家可以看到 很明显看到 这个第二行参数 它有什么呢 有messler name 有这个请求参数类型 以及请求参数 就这么就可以发起这个方法调用了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 使用呢 是很简单 呃 然后呢 那这里面 为什么他能 客户端发起这个请求呢 他他就能拿拿到 呃 相关的被服务端识别啊 并且能拿到响应呢 这里面依赖一个 一个基础就是 呃 不管是double这边呀 还是double这边呢 就是服务端呢 它指示着一个接口的原数据 然后把它注册到一个原数据信息 所以客户端呢 通过注册中心拿到 才能发记者 方法调用 嗯 然后呢 呃 大家看上这个ppt呢 右边呢 有一个 呃 有一个加画接口的 实力的一个代码 每个方法上面呢 都有一个加画注解 加画注解里面 有这么几个信息 一个是在 htb 这个erpath 第二个呢 就是htb的messler 像这种加画注解呢 通过一些 加画一些插件 啊 都对加画这个代码包呢 进行一些扫描 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呢 注册到 这个 嗯 原数据配置中心里面 然后 左边呢就可以看到 是一个json的原数据实力 这里面 呃 大致给出一个实力 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 呃 它这个 一个k k里面有这么一个组成 一个是htb messler 一个是htb 这个path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它这个服务的接口名称啊 就是假如我们类比到加画里面就是这个 嗯 它这个接口名称 对吧 第三行呢 就是它messler name 所以接下面一次是这个参数类型列表 参数的这个 名称列表 以及它下面这个 比如说这个user info 它是如何定义的 大概就这些原数据吧 把这些信息 服务端把它注册进原数据信息 原数据中心之后呢 客户端 才能到原数据中心 把这些给拿下来 才能发起一个调用 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是在PU里面呢 你客户端 你就不需要关注这个原数据了 这个东西呢 是PU自己把这个原数据 从原数据中心把它拉下来 然后接受到客户端请求之后呢 然后进行一些转化 对后面发动这个服务调用 是这样子 下面呢 就是这个WO这边 反话调用的一个核心代码 是这样子 首先呢 我们这个WO里面 如果熟悉WO的朋友呢 当然如果你熟悉WO也可以 因为两个基本概念都是一致的 他Consumer的发迹服务 服务调用的时候 有一个filter链 那么这里面呢 WO呢提供了一个filter 叫做generic filter 当然这个就是与 翻话调用相关的一个filter 它是被默认加在大国filter中 它是生效的 他一旦受到一个请求之后呢 会经过这么filter的一个处理 他中间如果一旦识别到的这个 你的请求的master name呢 叫做dollar invoker 然后呢 参数有三个 那么他就认为你本次是一个翻话调用 然后呢 他这里面呢 把你这个翻话调用呢 相关信息呢 都会拼装成一个正常的一个 服务调用 发送到后端 后端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再给你一些关键信息呢 进行一个服务的处理 然后响应 这里面关键的代码 那个if里面呢 这里面它有这么 这么几 几座拼装吧 这里面关键过程 关键那个代码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主要有一个号代码叫invoker2.new rpc invocation 第一个是invoker的master name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也就相当于是在consumer的端呢 它会把你的master name 改成一个dollar invoker 还是这么一个名称 但是这个参数呢 就是不管当你是从用户端来的也好 还是客户端来的也好 这个参数列表呢 它会经过上面一个转换 这个参数列表有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服务端提供的一个master的名称 服务端提供的一个参数列表 也参数值列表 然后最后呢 再加上attagements 可以发起一个invokation调用 是这样子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double go里面 把这个函数上下给调用 那个连络给看一遍 你了解一下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背后的核心原理 如果不感兴趣的朋友呢 只需要知道 这个支持点就可以了 不需要深究很多 因为毕竟呢 其实我们当过PQ在上面层 把这些东西都给屏蔽掉了 下面呢 让我来介绍一下 当前PQ的一个核心架构 首先呢 先看一下PQ的一个workflow 首先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PQ呢 目前是坚定有一个 南北流量的一个网关 但是它是一个API gateway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最上面的流程 不管你是一个 Mobile APP也好 还是PC也好 它处理的请求呢 就是一个HP请求 经过一个NGX 把这个请求呢 转发到一个这个PQ网关这里 这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网关呢 写的是WGO proxy网关 这个是PQ原来的名字 这个也 无伤大眼 这后来是我们进入阿巴奇说 再把它名字改成WGOPQ 这个无所谓 大家主要看着 这里面的处理流程 这上面列出来 左上角列出来 这个PQ当前核心的四个能力 一个是路由 一个是它的插件 插件 插件它PQ能自己有一些 这个自身的插件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 扩展一些插件 和秒Screamer的一些处理 最后呢 它本身也进行的存储 这个存储呢 其实就是那个 它有一些 配置啊 一些信息啊 就是在那个图里面的EDCD 这个机群里面的存储 当前呢 PQ它是使用EDCD 作为一个注册中心 作为一个原数据中心 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这个WGOPQ呢 已经提供了一个admin web界面 然后呢 用户可以配置一些 自己的一些路由参数 通过这个EDCD群呢 下发给各个PQ这个 P网关是这样子 言归正传 就这个WGOPQ这个网关 收到一个请求之后啊 会进行一个 飞车电路的一个调用 首先呢 它会从你请求里面 拿着你的一个admin 请求信息 然后呢 进一些本地的一些 用户认证啊 安全交验啊 请求信息的一个日记录 然后呢 再查看你服务调用的 后端的那个 对应的服务能力是否具备 如果具备之后呢 它会就 就会对后端那个 服务发迹调用 当然 所谓后端的服务呢 本途中就提前为 那个upstream 至于那个中间的那个 插件啊 它有一个复杂的一个联络 感情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 可以对这部分进一个 嗯 针对代码可以进行详细的一个阅读 这里面稍微提到呢 就是 我们这里面 能提供一个动态插件 一个加载 当然它是从edc里面加载进来 就相当于是 用户写的一些插件呢 就是相当于每个p都可以加载进来 进行一个相关飞车的一个处理 这里面呢 整个飞车这个路径呢 就是呃 右下角的那个绿色的一个链路 进行一些skimmer一些处理啊 在这里面就不早想介绍 这里面主要介绍一下整个pQ的工作流程 然后呢 pQ的工作流程呢 那么 刚才那个整个链路呢 可能整个框架图呢 组件比较多 它并不是非常直观 如果我们用一个更简化的图 进行描述呢 就是这个简图 比如说左边是client 就是所有我们的那个app 或者是pc pc的客户端 像那个wq呢 把起一个atp服务调用 wq呢 收到这个你的app请求之后呢 首先要检测你那个调用的 那个服务能力 收复具备 然后 如果具备之后呢 再把你的请求呢 转化成那个double的那个 今天瑞克那种服务调用的格式 然后第三步就是 对后端发起一个方法调用 然后第四步呢 如果 呃 然后 当然在这里面表现就是靠 double method 等你upstream的那个 请求处理 响应完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响应呢 再找上那个atp格式 再返回一个这个客户端 整理流程呢 核心呢 就是wq这四个步骤 是这样的 这是他整理的工作流程 下面呢 介绍我们 当前pq实验的一个核心架构 嗯 这里面呢 大家会首先看到client跟pq之间呢 它是当前处理的 请求的协议呢 主要是http 然后呢 嗯 加pc这种协议处理呢 是我们未来会添加的 这里面有几个核心组件 后面也会逐步介绍 首先listen listen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pq报了给client的那个服务接口 当然因为它是个 针对client来说 pq代表它就是个soul 当然针对后面soul 它又是个client 所以这就是proxy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服务路由 就相当于是 如果你发 eHTB请求 他会对你调用的方法 会传到 嗯 嗯 进行一个服务的一个schema转换 获取一些必要的信息 然后再进行一些feel的处理 比如说这里面有log log的记录 recarry就是 如果是服务调用崩溃呢 是否进行一个恢复 是这样的 timeout 这个就是超市请求处理了 这就很正常了 然后再到后面的client呢 这就是它是个代理的一个体像 所谓的这个client呢 它针对了一两块 第一个是那个double client double client呢 其实就是针对下面那个double source 进行一个服务调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 当前呢可以调用 调用一个double的一个服务 也可以调用一个ADT服务 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看上 右边呢有一个两个注册中心 两个中心吧 一个叫注册中心 一个叫原税比中心 其实如果熟悉double的朋友呢 都知道这个注册中心呢 就是通过它呢 能获取服务端的一个列表 原数据信息呢 它主要存入了这么几个数据 就是你这个服务的原数据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 比如说服务端 你那个原数据带的信息呢 都是在这个原数据中心存着 然后还有一些啊 跟PU相关的一些配置 也在这里面存着 嗯 这里面呢 它只是分了两个角色 说是有注册中心 有原数据中心 当前的那个double的那个 注册中心的原数据中心呢 其实呢 在物理实体上可以是一个 比如说就是个EDCD集群 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double这边提供了 比如说 ZK啦 Council啦 KBS 这些都可以充当这两个中心 这里面也不再详细阐述 然后下面呢 分别详细介绍一下 PU里面四个关键组件 第一个就是Listener监听器 Listener这个名字呢 就相当于是 它就是 Pause Pause 是克莱顿的一个服务端 它这里面 暴露为服务客户端的那个 就是APP 它的那个服务监听地址 在这里面 它是有 亚末格式有一个描述 比如说这里面描述了 它监听那个地址 地址 UIPPOD 监听那个协议处理 以其他一些配置 比如说 请求的处理的超值时间 读写时间 在这里面配置 下面就是路由 路由呢 就相当于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前处理的请求协议是HTB 那么后端呢 它提供的是个Double服务 或者HTB服务 那我怎么把你客户单请求这个schema 根据这个schema 根据这个schema 然后你HTB或者Body这些信息呢 像后端发异调 这个是路由要处理的一个 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吧 当前那个路由匹配方式呢 大概有三种 第一个是WARCAD路由 这个就相当于是 借助于路由器的一个概念 就是物理路由器那种概念吧 它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是 用过了请求的所有信息 都是在YourPath里面 第二种呢 这个可能跟第三个 如果读起来 可能有些拗口 它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我们WGOPQ这边提供的服务调用呢 它毕竟有WGO的服务调用 还有其他服务调用 所以说呢 你这里面呢 你也可以从Header URL 这些参数里面呢 就是获取这个Double一些服务信息 然后再对Double后面 后端呢 发几个Double服务调用 你也可以从这些 就相当于是 不仅仅从这个 YourPath 还可以从Header 还可以从Body 里面 获取这个 一些关键的服务信息 拼击出整个那个请求实体 像后段发几其他一些 比如说GRPC Spring Cloud 这些服务调用 这是路由的一个指责 就相当于是 通过这个路由这边呢 把整个Request的上下文的信息 都可以获取到 比如说调用的服务接口名称 调用的方法名称 以及参数 参数日列表 下面呢 就进行一个过滤 这个过滤呢 这个就顾名思义了 你比如说 假如后面 那个服务队里边有很多 那我到底像哪个 哪个 哪个服务发击调用呢 比如说我们Double里面 它有一个group version的概念 或者说 举个常见的例子就是 我有一个夸机房 我调用到底 或者说是多个Zone 像哪个Zone 发击调用 你调用哪个Zone里面 哪个版本的服务 这个是Filter的一个职责 然后呢 这里面 这里面这个Filter 它本身它也是个链路 它也不是说是 假如你有多个Filter呢 那么这到底先使用哪个Filter 就给你这个配置过来 这个Filter链表 进行一个处理 大家这里面 看见这个Filter链表呢 它也是分组的 然后呢 这个配置我给大家 如果对Filter熟悉的话 大家也都能看懂 这里面关键有这么几个介绍 就是Pludger里面 有个Name version priority 这些都不用说了 关键就是Ecternal Lookup name 这个就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PU 证明可以做动态扩展 这个Filter的一个体现 就相当于是这个叫Rate Limit的这么一个Pludger 它对应的外面的那个Filter 所对应的名字叫做Ecternal Pludger Rate Limit 它是这么一个动态扩展 我们前面呢 大致就把我这边关键的一些PQ的现有的当天技术点都已经说完了 下面呢 介绍是PQ将来的一个未来规划 当前这个PQ啊 它有这么几个能力 首先呢 它支持API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包括API的一个发布下线 以及版本管理这些功能吧 然后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基本上正常的一个网关呢 都具有这些能力 后面呢就是开始这个协议转换的 就现在是比如我们前面提到PQ的支持 就是接受HDP请求 然后对后面的HDP服务 以及或者Double服务进行服务调用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协议转换 比如从HDP协议转成Double协议 或者转到另一种HDP协议 然后呢 我们目前正在开发中呢 比如还还可以支持Spring Cloud 对吧 然后支持GNPC这些协议 但是HDP也在计划中 这个会在将来一段时间内 例如我们的开发计划中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服务治理能力 所谓的服务治理能力啊 你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的负载均衡啊 熔断啊 这些 基于Double的能力啊 在DoubleDouble里面 都都可以使用的 这些基本上都可以 现在当前已经支持 但是关键的呢 我们还目前已经还支持了一个黑白名单啊 这线流啊 这些能力呢 其实也都具备了 后面这个中段 那个开发中啊 这个这个 其实针对网关这种情绪啊 它有些增强 是这样子啊 好一个数据转换 这个数据转换呢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这个root的那个能力 这个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然后这个服务发现 服务发现呢 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 大概提到了两种服务发现 一个是 如果你的服务调用着 知道后端 那个服务的地址 那你就可以直接发现直连 就不需要一个注册中心 或者原数据中心 如果你不知道 那么你就需要经过这个PU呢 到这个注册中心里面 拿到后面的服务里面 把这个PU呢 这边目前只是double的 这个动态的服务拉去 对Spring Cloud 这个正在开发中 deliver能力呢 就是网关的可视化配置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那里面那个动态 这个filter以及这个root 这里面是这个admin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配置能力 比如说它有一个动态的filter 然后这个路 这个路由的这个映射能力 最后呢 这个我我记得大概应该是 我们最近发布的0.300本 已经开发完了 目前正在测试中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灵活的部署方式呀 这个就是跟我刚才提到的一个 云云生网关能力相关 这个因为我目前呢 其实它是只支持这个独立部署的 作为一个东西流链的一个网关 因为我提到啊 我们那个WPQ 它将来呢 它是要作为一个sat卡存在的 那么你这个就需要支持sat卡模式部署 这个sat卡模式的部署呢 我稍微提一下它大概有三种形式 一个是整个物理node的一种 就不管你后面那个客户端呢 有多少个整个物理node的 那里上只部署一个sat卡 这叫做node progress 另一种形式呢 这就是典型那种sat卡 比如说你一个应用一个sat卡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那个avoy啊 mos呢 它都是这种布署方式 然后和一种比如说它类似于dpr 就是dpr那种部署方式就是多个服务 它共用一个sat卡 这种方式也是我们所必须支持的 总之呢 就是我们就要它有足够的灵活性 来充断一个东西流量的一个代理 是这样子 这个工作呢 大概是我们 下一步0.4还是0.5 这两个版本的一个关键能力 然后呢 这个本次的演讲啊 大概提到两点 一个说是它原生 第二个呢 就提到它是一个高性能 首先我解释为什么 我们说它是一个高性能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呢 它是用够远开发的 相比于加万呢 它的高性能提供到这么几点 第一个启动快 对吧 这个够远这个项目 这个启动能力 基本上是在100毫米之内 我们是能保证的 如果你想更急速的话 那你就需要一些 非常规的优化手段 我相信 真的够远的说 这个能力并不是很难 第二个呢 就相当于是 它因为我们是使用了够这个 本身它一个语言能力 所以说呢 当然由它来保证整个 WPU高性能对资源使用的那个 这个动态使用 比较节约资源 大概是提供的这些方面吧 那这里面就不再想起传授这个高性能 因为我们使用网关呢 这个高性能是必须保证的 是它应用的一个要义 比如 然后这里面关键就是体验体验的那个原生 刚才我们提到一点 就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WPU将来呢 它是要处理东西流量的 这个东西流量呢 它是相当于拓展了一种DoubleMesh的一个形态 我们知道 不管是W3.0也好 还是W3.0也好 它对外提供的一种SourceMesh能力呢 叫ProxyListSourceMesh 但也可能对于这个名字呢 比较陌生 什么叫ProxyListSourceMesh呢 它是相对于我们常规的那种SourceMesh而言 我们常规的SourceMesh 是什么 是一种什么Mesh呢 它其实的名字应该叫做ProxySourceMesh 比如我们经常熟悉的控制面 有HTO 数据面有Invoid 或者Motion 这种Mesh呢 它是ProxySourceMesh 就是我们需要在每种服务旁边部署一个Proxy 就数据面的Proxy 它是Motion也好 它是Invo也好 它就是ProxySourceMesh 但是我们知道W3.0呢 或者是W3.0也好 它本身是一种SDK 它是跟应用紧密结合的 但是呢 如果你应用使用了W3.0 之后呢 也能接触一些控制平面 但是这个控制平面呢 无论是Esteo也好 还是我们未来的那个Double社区提供了自己的控制面也好 它的整个工作流程呢 其实跟你这个Esteo加上Invoid 能力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是 少了一种Proxy的布置形态而已 那这种 SourceMesh呢 你也不能说 它的正式名字呢 我们称之为ProxySourceMesh 就现在是 你这个应用呢 还是直接调用你服务段的能力 但是呢 它有多了一种 这这种新的这种控制面 比如说我们的控制面 还有新的一些路由啊 路由规则啊 什么这个啊 它跟你这个ProxySourceMesh 能力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并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呢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WPQ 那我们相当于拓展了 大方Mesh形态 我们除了ProxySourceMesh 形态之外呢 我们也具备了这个ProxySourceMesh 能力 这个就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WPQ呢 相当于可以取代这个 这个Mouston或者Invoid 跟这个应用呢 部署在一块儿 去对互带服务进行一个调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WPQ呢 它就把这个前面那个 应用实力啊 把它一些能力 就放在WPQ里面 在这里面呢 就具备我们在这个代理层面 进行下可追踪啊 然后这个安全性保障啊 这些常规的SourceMesh 然后协议转换 对吧 这些常规的SourceMesh具有的能力 所以说呢 WPQ SourceMesh 不仅仅拓展了 WP里面多元的那个 它的生态 而且也拓展了 它的SourceMesh 这种形态 所以说呢 这个项目对我们 倒不是生态而言 它的 把它的原生层次 更丰富了 是这样子 下面 我们来追溯一下 我们 这个WPQ 一个 今年呢 2021年的一个roadmap 首先呢 它当前 那个 大家看到第一个阶段 它接触了一个HGP请求 对后端那个Double服务 还是HGP服务进行调用 这个是已经实验了 第二阶段 那个VD卡路由 以自定义参数 然后 官方提供一些Filtre 比如说IB 白名单啊 日志啊 超时啊 这个其实也已经开发完了 这是0.2版本 然后好一个就是 我们眼下马上发布的0.3版本 它已经支持了动态插戒能力 这个就是用户可以自由的扩展它的Filtre 好就是配置中心 这个 针对用户来说 可能感性的就是那个 就是第三个admin API 就像这种有一个 我们这个admin呢 其实眼下已经开发完了 所谓的admin呢 就是你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 理解为一个 控制中心吧 你通过控制中心呢 就可以拓展 你自己想要的 那个proxy的一个 或者有网关能力吧 这是眼下应支持的 但仅仅是API 你可以在命令行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呢 在0.4版本里面我们会提供 那个admin 解释 UI前端 这是 这是进行一个拓展 在0.4里面这个 路由的性能优化呢 也要提升一些 因为当前这个路由啊 我们其实只很 支持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路由 比如我们过来支持一些正在表达之路啊 路由啊 或者我们自己抽象一张自己的路由 是这样子 那个线流根熔断呢 这个能力本来是WQ就有的 这个 将来在WQ里面也把它用起来 以及这个从注册中心 运出数据中心 获取这个 服务自动生成 API 这个能力呢 这个其实 我记得是 PI已经提交了 是这样子 最后呢 就是 这个更多服务能力的一个拓展 比如说这个 TRPC服务.Spring Cloud 这个是正在开发中 Promicius支持 这个是可 可实化 或者就叫做那个 科采集 这个 目前也 也在开发中 所以就是 Double Tool HTB代理 这个就相当于是我接收这个 Double 这个协议 你协议请求 来调用后端那个HTB服务 这个 我相信也是 就它的意义的 只有 为了这个 XDS API支持 最终是为了 那个 Satacama 做铺垫 这个大概是 你 可能是在0.6版本中实现 最终呢 我们还要 大概在国庆节以后 就是今年国庆节以后 我们要支持这个 MQ 这个消息的收发 比如说 前面提到的一个 我们有限支持Pulser 会 以后会桌布支持卡不卡 也说 Kill 这是我们今天规划的一个 Rotemap Rotemap 本次演讲呢 内容就到此为止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本次我们社区有自己的主要是通过丁丁群精进行沟通 进行 进行 接受 接受一些询问版 但是我个人呢 要崇尚的就是 在Rotemap 其中通过 那种 info pr 进行这个 追踪 以邮件追踪 我们 W这边有自己的邮件 这个也可以 右边好一个是我们W社区的公众号 也欢迎大家观众我们社区 本次演讲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支持吧 再见